我腳丟刷包丟二十六甲 一定會有動 如果我也一定會有動 比較沒法度 去年練健康生日老人硬舉大賽 有位84歲超強阿嬤 她寬部膝蓋都患製成人工關節 面對重大傷命的她 竟能硬舉拉起50公斤 今天我們走訪到宜蘭靜好物理治療所 和阿嬤聊聊她的故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文編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來到宜蘭的靜好物理治療所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能夠採訪到 我們去年聖誕老人硬舉比賽 診療阿嬤 診療師 阿嬤你今年幾歲 84歲 那你去年也有參加硬舉大賽對不對 對 那你搭起幾公斤啊 50公斤 那訓練是多久 阿嬤訓練了快一年左右 我才學到飯堂 廟店我就去 小腳車去運動 那你平常是在做什麼 平常是我做 做菜 你最近做什麼菜 政府有菜過 這樣會不會不會有菜 喔 會減少 就是當初你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你會覺得危險嗎 我感覺不會危險啦 我們自己要注意啦 要呼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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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好 很多人都把我感覺 都要呼吸 要做標準 我就是八樓堂 腳比較沒力 關節 人間 常常這筋子 去跌下腳 現在八樓堂有比較快嗎 現在八樓堂有比較好事 你站著我這筋腳本來就比較沒力 這筋子也是 沒打工都好好的嘛 我比較沒力就對了 胖關節有換過 就是人工胖關節 是 然後左腳有換過 人工膝關節 這樣 這本來腳下去了 那是什麼動作呢 這雞車外動作 他把我開刀 開了就沒想到 我才去中間 我腳踹刷 才二十一天 嗯哦 就去過幾天這樣 你最喜歡什麼樣子的運動 我十一天都愛 哦 媽媽 我才十一天 我也是外力 我只要腳踹刷 腳踹刷 腳踹刷 他現在八樓堂 也是要換 而且 不用太大力 不用說 不可以這樣 長輩如果有換動人工關節的話 海洞上有什麼要注意的 他有一些角度是不能夠做到的 對 就是假設像是人工胖關節的話 他們可能出院之後就會被醫生叮囑說 不能坐非常低的椅子啊 或是不能說蹲到底啊 等等這些 那就是避免他傷口 就是二次傷害 然後 目前的訓練的幅度 也就是有蹲到在這個範圍內 所以說成他蹲就不會蹲超過90度以下 然後衝擊性的運動少一點點就可以了 對 其實要注意的就是角度為主這樣 那像他的情形其實會有蠻明顯 開完到這一側 像他剛剛一直提到 就是右邊的力量比較弱這件事情 這個也是在訓練上 我們一直在努力練的部分 其實從術後開始就可以 慢慢把重心要引導到他手術的那一側 有的我鼓勵 鼓勵這一節說 要運動一定要運動 如果要一定要運動 如果要一定要運動 要運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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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少 要運動 要運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